另外一方面还要来看看台中市这个男子不满邻居开设庙宇还加盖遮雨棚 结果双方爆发口角纠纷 不但是爆发口角还大打出手呢 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男子居然是用嘴巴咬伤邻居的大腿 造成对方呢那么大腿内侧整个红肿溃烂 最后还引发细菌感染 李先生出示腿部伤口还用纱布包扎着 他说这是被邻居咬伤的 当时两个人为了遮雨棚的纠纷吵得不可开交 甚至还大打出手 但没想到邻居竟然还用嘴巴咬他大腿 当时他被咬得鲜血直流 穿着厚厚的牛仔裤都留下一个血口印 李先生一怒之下告上法院 会让两家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握手 都是因为户外的这个遮雨棚 之前有判决嘛 他说侵占土地嘛 就反正已经才确实他侵占了 就他自己来个水线 邻居不满 李先生的家开上妙雨 指控他们屋顶夹该的遮雨棚是违建 下雨天雨水会乱喷 邻居只好在家装水管来排水 可是雨水会从水管的小孔喷出来 双方因此闹得不愉快 谁对谁错 连调节委员会都无法排解 爆发口角之后进而大打出手 现在又咬伤了大腿 邻居变冤家 告上法院 中文新闻公语德台中报道 请您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您的赐道